臺北市副市長林清榮公布捷運東環段路線 未來將連接大直內湖信義和文山區 全線地下化 預估日運量40到45萬人 施工時間9年半 現在從江南路站到木柵動物園 搭捷運得花28分鐘 但如果未來東環段施工通車之後 交通時間至少能省下3分鐘 我覺得這樣可能還會滿方便的 因為我是從動物園坐過來 有需要的人他就很方便 東環段除了頭尾和文湖縣交會 當中還有三個轉成點 分別是松山 永春和象山 目前擬定兩種路線 走瑞光路花950億蓋10個站 走提警大道花870億蓋9個站 輸減內科交通也是我們的目的之一 你在那邊開挖車站 交通衝擊是難免的 但是短暫的施工是換來永久的方便 內科周邊車流量大 捷運東環站渴望舒緩塞車狀況 但提警大道連接國一和國三 如果捷運施工恐怕會讓交通更亂 捷運局把瑞光路路線作為首選 學者認為捷運局高估東環段運量 但北市府急著送出東環段計畫 除了麗拼通車時間一致 也希望儘早解決內湖和新一區的交通問題 接著今天中央旁邊台北報導 谢谢大家